日本零食 疫情之下,香港多了很多網購平台 要買日本零食以下旅行人真的很方便 款式還要很多好新 雖然不能去日本旅行 但現在越來越多網購日本零食 我眼前的五款就是東京最貼的零食 這個就厲害了 它是號稱世界上最濃郁的花生醬方塊酥 它就是直接用花生醬用高溫烘焙而成的方塊酥 它吃起來是入口融化 然後很濃很濃的花生醬味 而且裡面會有些花生碎 都會增加口感,不錯不不錯 這個外形非常隨便 不知道吃起來是怎樣的呢? 這個品牌煮得可愛重型的糕點 而這款芝士漢堡就是他們的最新產品 好可愛 這個是兩塊牛油曲奇 中間夾著芝士和巧克力夾心 曲奇外脆內軟 芝士味還很濃郁 喜歡吃芝士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這一款 比較特別的是 蛋糕用了蛋白霜去做 入口好軟綿 配搭北海道芝士做夾心 都挺香芝士味 還有這個 蜂糖夾心曲奇 我以前去東京的時候都會買來做手信 嘩 一打開包裝就聞到很大股蜂糖的甜味 咬下去也挺濕潤的 而且它有帶一點焦糖味 甜得來又不會太柔 挺好吃 這個品牌一向都多粉絲 它這個士多啤梨奶茶口味 還要是其中一個人氣口味 它士多啤梨味都挺濃 但就有少少蓋過了它的茶香味 聽完模特兒的食後感 之後網購你們都可以考慮一下 這五款推介